嘿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入江西闪 今天我要吃我的小伙伴 小小伙伴送的佛跳槽 为了避免是广告 我们就不说这个牌子了 但它在我的心中呢 就好像小当家打工的那家洋权酒家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春节前就收到了 因为当时快递就是食肖不保证嘛 结果我回家了那天 它才给我拍送 我就说拒收嘛 但是那家店都不给拒收 所以呢 它就是这两天才给我重新派了 但是我发现它里面的冰蛋还是冰住的 我想应该是顺风帮我放到了 就是他们的冷户里 这个里面东西还看着满满当当的 我一直以为它这个泡泡的是牛蹄筋 因为我之前看过教程嘛 我也想做这个佛跳墙 谢谢小熊本为我圆梦 结果看了下它可能是花椒 说明书说呢 要想更好吃可以先把干贝挑出来 最后再放进去煮 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些干贝全都挑出来了 煮的方法比较简单啦 第一次在煮的时候呢 不要加任何的汤汁进去 先煮个十分钟 再把之前挑出来的干贝倒进去 煮个五分钟 第一次不让加水呢 我是觉得店家担心加水破坏下的味道 影响大家对它这个产品的评价 这份佛跳墙呢 说是用火腿汁调出来的汤汁 煮的又真的好香 哇 汤好浓稠 就那种胶质感炖到汤里的 非常丑 这一次呢 我是按照它的方法把干贝捞了出来 这个是干贝嘛 反正我去淘宝搜了下 我怕自己弄错 然后像这种颗粒状的应该是干贝 这像什么豆子 我从锅里捞出了一个扇贝 这个干贝是不是扇贝啊 哦 好烫 哇 好吃 新鲜甜甜的感觉没有行为 我更喜欢喝它的汤 这个龙虾丸口感不错耶 就是我在外面买的那种便宜的龙虾丸 吃起来都新鲜的 我特别不喜欢吃碗类的东西 但这个碗就超级好吃耶 口感坦坦韧韧的 没有行为 但是有那种海鲜的味道 这个莲藕一定是淀粉很多的那种 嗯 粉粉糯糯的 口感偏干 它这个佛跳奖礼的食材就是 还是比较偏干的 比如说那个豆子还有这莲藕 海参 在我的心中水发海参不值钱 但它这个东西我差价格还是 真心满贵的 我想它里面的海参品质应该也不错 没有任何的腥味 是那种胶壮的口感 像一块猪皮 但是又有一些差别 哇 来吃切下去的感觉真的好享受呀 如果说特殊的味道呢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味道 它里面还有好多好多配料 我就不一一吃吃试吃了 我们最后再吃个鲍鱼 鲍鱼呢在我小时候可是 有钱人才能吃得起的东西 这个鲍鱼是我吃的里面所有东西 我吃过东西里面口感最劲道的 它提升了整盘菜的口感 腐条腸呢我从小就一直在电视剧里看到 第一次吃 哇 我觉得算是对得起我的期待吧 它就是那种海鲜啊山椒放在一起熬熬熬 然后那个汤真的是超级好喝的 所以说第一次煮它的时候千万不要兑水 在后面泥 水煮少之后再可以加水去煮它 哇 真的很好吃 但是没有我心中那种贴上人间 就只因贴上有人间 不应该有的食物的感觉 嗯 还算是我感觉 价格对版的食物吧 就ій了 垫 海鲜 辣 Flying